我们统计分析的话 除了说用直条图之外 我是建议你可以按右键 可以把它变更一下 因为如果说你老板说 可是我想要知道一下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是说 把这个先删掉了 意思是说 因为呢 total切的案件就这么多 总共有3039 那占比例哦 所以哦 比例大概全部都total100嘛 所以哦 占百分是多少的话 而不是数量的话 一般我们刚刚强调是数量的话 那如果你要强调是百分比哦 其实在数纽分析表 它也有一个功能啦 那功能在哪边设定 特别是说百分比的话 第一个 可以从什么 从这个地方 直的栏位设定 一样 你可以把它点击直的栏位设定 预设是技术啦 你可以把它显示 如果想要显示成百分之多少的话 你可以把它切到 直的显示方式 然后呢 找到那个什么 总计百分比啊 就全部total 它所占的百分比数量是多少 这个其实也蛮常用到的 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的话 有时候功能 可能就没办法做出要的爆表的效果 OK按确定 那所以你会看到了哦 占的比重哦 最好的跟最差的哦 你会看最差的 百分之12.77啊 如果你要取整数的话啦 甚至你可以怎么把这些 小数点拿掉了 我们取整数啊 13跟5 哇 其实就很差蛮多的哦 看得出来 OK 那但是哦 如果你今天用数字 其实没办法很 很怎么样 很直觉的表现的话 你可以怎么 再用分析里面的 这个樞纽分析图 刚刚是用直条图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强调的是 它的所占的比例的话 你可以用圆形图 OK 圆形图它有立体的 有平面的啦 如果你要花俏一点 你立体的 甚至你可以直母图这些都OK啦 只是我们先用简单一点 圆形图好了 OK按确定 好 那你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放大一下 这样的话呢 看起来 基本上就会更加的明确知道 哦 原来哪个地方占的比例 会比较多 比较少 一看大概就知道 谁分的多 谁分的少 只是说呢 圆形图 一般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上面呢 你看不到什么 看不到数字啦 所以一般习惯是怎么样 会再把它按右键 新增什么 新增它的那个标签 新增资料标签 好 几个地方可以 可以新增 这边点一下 上面就出现了 有没有 或者是说 你可以 你可以再从那个 分析里面 来更正一下 从这边 设计里面呢 新增 这个图表项目 这边有个叫 新增什么 新增标签 那你这个标签 就是那个百分之多少 要放哪里 一般是放终点外側 就放外面 点一下 终点外側就有了 设计里面的这个 有没有 给一个终点外側 如果说呢 你想说 如果你老板拿到这个 他说你百分之OK 可是问题中餐区 我要再看颜色 有些 有些人可能对视觉 对那个色彩 没有很敏对啊 有些 这个蓝 可能跟这个蓝很像 有没有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可以在这个资料标签按右键 可以怎么 可以把它变更一下 他这边有一个什么 这个叫什么 资料标签的 什么 格式 或者资料标签的 这个资料标签的格式 点一下 你会发现 这边的资料标签的格式 点一下的话 他这边就显示值 你可以把类别名称打勾 中山区就跳出来了 这个如果没打勾的话 就长这样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打勾 这样把它关一下 这样的话呢 上面标题也去把它稍微更改一下 各区 就把它再加一个标题吧 然后并且把这颜色变更 反正这个可以自己再调配一下 最后的话呢 如果你希望强调是哪一个区 治安最差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柄 点一下 再点一下 点一下是选全部 再点一下是选其中这个区块 然后你可以把它往外拉 这一块 中山区 强调一定要 所以如果你要住的话 买房子的话 尽量避开这一区 有没有 其次的话就是什么 40区 万华区 所以这样跑一圈 如果可以买的话就买这一区 相对的 比较不会有切到案件的发生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其他的话 请各位再试试看 其他要什么 插入 如果我想分析什么 分析哪一条路 所以刚刚第二个栏位 哪一条路 所以我们不是有个路接到 对不对 把它拖拉过来 然后直拖拉过来 那一样的话你会发现 路接到 你也不要签 然后呢 我再什么 把这些资料 有些应该是 这个是取错的资料 然后把它排序一下 排序的话 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 例到A 最高的到最低的 如果说呢 当然底下有一些资料不需要 因为案件太少 所以我只是希望知道说 这个路接到里面呢 前十名的排名好了 留前十名就好了 那怎么再去把前十名抓 捞出来呢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从什么 排序完之后 这个上方 其实就可以 再把它做一个 就是 到时候你可以把它选取 留下前十名的 然后再把它做一个图表 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 可以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发生的时间 之前做比例的统计 哪个时间 按发的最多 等等的 那请各位试试看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刚刚是多了一个这个 把它做成百分比的部分 重点回顾一下 一 请你把什么 把这个值的栏位设定 改为什么 总计百分比 如果你改完这个之后的话 它就会本来的是 一个数字 会变成占比百分之多少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把它再插入一个图 这个图的部分的话 就是再把那个 支条图改成圆形图 画面先忘给各位试一下 OK